上海一个房东将自己的房子出租了15年 最后竟然被房客职人倒欠了26万 而房东始终想不起来自己向他借过钱 而当时令他没想到的是 对方竟然有自己亲笔签名的借条 而且所有邻居都为房客证明 房东白口莫辩 法院还判决了房客胜诉 这个结果让他又气又恨 一夜白了头 极致多年后想起 他还是会被气到发抖晕厥 那么这件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故事的主人公叫朱翠芳 她是一位独立单身的女性 自己一个人在上海打拼 她的人生经历算得尚是非常励志的 朱翠芳早年也是有家事的人 但是之后因为种种原因 她和前夫离婚了 离婚之后的她也没有就此颓废 她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人 在这么多年里 她凭借着自己的双手挣了不少钱 而她用这笔钱在郊区买了一套房子 虽然房子地段不太好 但是好歹 也是她一分一厘存下来的血汗钱 买的 她看着自己的房子 心里非常高兴且骄傲 买下房子的她也没闲着 之后她在市区里找了份工作 但是自己郊区里的房子 离自己工作的地点特别远 她每天来来往往非常不方便 于是她就打算把自己的房子 租出去收租金 而她自己在市区租房子 方便工作 想到这里 她就写了一份出租广告贴在门口 等待着有缘的房客前来咨询 可不料她贴了广告后的第二天 再去看的时候发现广告竟然没有了 她以为是小孩的恶作剧 故意给她撕了 所以她心里有些不快 但是她也没有放弃 在第二天 她又贴了一张出租广告 这一次 她还特意将这个广告贴得高高的 生怕又被谁接下来拿走了 当时她特意左右张望了一下 确定没什么可疑的人以后 她才离开家去工作了 她辛辛苦苦地忙了一整天 回来的时候 她又去看了一眼出租广告 这一次和上次一样 自己的广告又被人拿走了 之后 她又贴了几次广告 都被人接下来拿走了 正当她一筹莫展的时候 一个男人打来了电话 她说自己是来租房子的 这个人就是齐选宾 而她正是这个事件的房客 当时她跟朱翠芳解释 自己想租这个房子 但是要和家里人商量一下 为了防止房子被租掉 所以她不得已才把广告接下来的 朱翠芳听完男子的话 觉得齐选宾是真心想要租房子 于是 她就非常热情地把房子的情况 一五一十地告知给了齐选宾 齐选宾看完房子 两个人商定好价格以后 他们一拍集合 很快就签下了租房合同 之后齐选宾就和妻子 住进了朱翠芳的小二楼 起初这个房子的租金是一万六 房子的一楼是个三轮车售卖店 二楼是个棋牌式 每天齐选宾夫妇能靠这个正上几百块 所以他们的日子过得也算是不错的 他们就在这个小二楼里住了十五年 朱翠芳跟着两口子 平时关系也不错 逢年过节他们会护送些年货 东西坏了朱翠芳 也会在第一时间给他们修理 房东应尽的义务 他都积极做到 到后来 他们连续租合同也不签了 不过 这些年房价在逐年增长 朱翠芳也是根据市场行情 适当地调整了价格 而且不在合同期内 房东根据市场行情涨点价 也是合理的行为 因此 极致2016年 朱翠芳这小二层的价格 已经涨到了三万二 这个价格还是朱翠芳和齐选宾协商的结果 齐选宾夫妇当时也是欣然同意的 可哪曾想 自己合理的涨价 却招致了歹人的不满 也为了后来对方诬陷自己留下了祸根 天下兮兮皆为利来 天下嚷嚷皆为利往 朱翠芳与自己关系不错的房客相处了15年 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情 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的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46岁的朱翠芳这天正在工作 突然他收到了一张来自法院的传票 传票上说 朱翠芳欠其选编26万元 这莫须有的罪名突然扣到自己的脑袋上 把朱翠芳击得有些措手不及 他在脑子里迅速地回忆了一下 怎么也想不起来 自己干过这事 这让他一下子就愤怒了 等他好不容易做完了自己的工作以后 他就带着这张船票来到了齐选宾那里 质问他自己什么时候找他借过钱不还 面对来势汹汹的朱翠芳 70岁的齐选宾好像早有准备 他的声音抬高了8度 阵阵有词地说 你当初欠我的26万什么手还 这话让朱翠芳不知所措 也更生气了 街坊邻居们听到动静都出来看笑话 朱翠芳气到对齐选宾破口大骂 齐选宾自然也不会示弱 什么脏的臭的都往外骂 拉拉扯扯中 齐选宾竟然一拳打在了朱翠芳的脸上 而这一拳不偏不倚 正好打在他的左眼上 别看齐选宾年纪这么大了 力气还是有的 这一拳抡得特别狠 直接把朱翠芳的左眼打到冲写 朱翠芳被打得有点猛 他瘫倒在地 围观的人怕齐选宾干出更出格的事 纷纷过来拉架 阻止了一场暴力行为 朱翠芳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积德行善 苦了一辈子 中年时期还要遇到 这么个不讲理的人 他始终想不通 2017年 朱翠芳坐在被告席上 与原告齐选宾对质 他矢口否认 自己曾经向齐选宾借过钱 还说诬陷人要有证据 而齐选宾好像知道他会这么说 于是在这时 他从自己口袋里拿出一张纸 递给了法官 那是一张借条 上面赫然签着朱翠芳的大名 和电话号码 而那个字迹 竟然和自己的一模一样 这下朱翠芳慌了 面对法官的质问 朱翠芳几乎要哭出来了 他认为这是有人故意陷害 这张借条是伪造的 他从来没有向齐选宾借过钱 也没有和他拟定过借条 而齐选宾则说 当初这份借条是他亲手写的 随后朱翠芳在上面签了字 自己虽然没有多少文化 但是借钱拟定 借条他还是懂的 况且那不是一笔小数目 那就更要做好措施防止 有人当老赖不还钱了 况且这还有借条呢 他还敢赖账 他还说自己在2016年的时候 向朱翠芳付过五年的房租 还借给了他十万块 而且这下面还他的签字 以及他的联系方式 朱翠芳听完他这样一通说法以后 他自己也有些懵了 他仔细回想自己的过去 那么大笔的钱 如果他真的借了 他应该有印象才是 可是他并没有借 又怎么会有印象呢 即使上面的字迹和自己相像 但是世间也有房写技术 所以他坚决认为那张借条是伪造的 可七选宾又接着说 当初你想在上海市区买房 钱不够 所以我在租房的时候 你承诺房租不涨 但是要提前交五年的房租 所以我才交了16万 但之后你又向我借了10万 这欠条上面不就是你的签名吗 朱翠芳想起来 自己当初的确有想过 在上海市区买房子 但是他绝对没有想过 要找齐选宾借钱 而面对那个和自己 十分相像的签名 朱翠芳是有苦不能言 之后 律师建议朱翠芳进行自己鉴定 朱翠芳像是握住 救命稻草一般同意了 在等待鉴定结果的那几天 朱翠芳的心里十分不快活 自己根本没有借过那笔钱 却背上这样莫须有的罪名 他心想 等鉴定结果下来了 看他还有什么好说的 不料 几天之后 鉴定结果出来了 而这个结果 让朱翠芳一下子难以接受 那张欠条上的笔记 确实是朱翠芳的亲笔 朱翠芳崩溃了 他精神恍惚地询问自己 这到底是为什么 证据确凿 朱翠芳除了说 自己没有借钱以外 也没有别的办法 随后 法院判处朱翠芳十天之内 还请所有欠款 并承认齐选宾 已经交了接下来的五年房租 这样的判决结果 一时让人难以接受 朱翠芳随即就要上诉 他从来没做过欠钱不还的事 凭什么要受这不白的屈辱 2018年 面对这样结果的朱翠芳表示 自己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都要让齐选斌一家 滚出自己的房子 证明自己的清白 那么 朱翠芳最后胜诉了吗 这之间 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呢 朱翠芳面对这巨大的屈辱 只觉得一天都不想 见到这个骗子了 随后他在律师的建议下 将齐选斌告上了法庭 他想要通过策谎仪 来让齐选斌夫妇承认 他们签了假的欠条 朱翠芳认为自己 没有借这个钱 那这个罪就一定不能认 一旦认了他就太屈辱太委屈了 而且这是违法犯罪的 这种记录会 跟随他一生 永远甩不掉的 他坚定地认为 齐选斌就是在说谎 那么用上策谎仪 就一定能知道事情的真相 法院对此立刻就批准了 朱翠芳的上诉 对双方都进行了策谎 但是机器毕竟是机器 况且朱翠芳面对的是 一个有备而来的骗子 他又怎么能斗得过呢 最后测谎结果出来了 朱翠芳看到结果以后 又一次震惊了 测谎结果不仅证明了 齐选斌通过了测谎测试 而且更让朱翠芳无言的是 齐选斌的可信度 竟然比朱翠芳还高 这怎么可能呢 面对这样的结果 朱翠芳彻底呆住了 一次又一次的打击 让他心灰意冷 而齐选斌为了更一步 挫伤朱翠芳 竟然还请来了两名证人 这两个人朱翠芳都认识 一个是齐选斌的妹夫 另一个是经常到 齐选斌的棋牌室打麻将的女士 齐选斌的妹夫对法官说 当时朱翠芳向齐选斌借钱时 齐选斌手头没有那么多现金 还是找他借的 并且打了欠条 而另一位证人说 自己亲眼看着齐选斌 将二十多万的现金 借给了朱翠芳的 他继续补充说道 他记得特别清楚 因为那笔现金实在很多 摆满了麻将桌 之后 朱翠芳便把钱收进了包里 这两个人脸部红心不跳 看起来就跟真的一样 朱翠芳看着这两个 凭空冒出来的证人 绝望到了极点 他一直保持的矜持和体面 在这一刻荡然无存 他站起来对着这两人破口大骂 认为他们是在做伪证 面对失控的朱翠芳 法院方面立刻让他冷静下来 他孤独地坐在被告席上 在这之前 他还有一头乌发 而现在 他满头白发 看起来苍老无比 竟不像是四十多岁的人 他自己知道自己是清白的 但是他没有证据 自己所做的所有努力 此刻都苍白无比 所以他真的没有任何办法了 最后 法院经过一系列的审理 朱翠芳终于把齐选宾夫妇 赶出了自己的房子 但是朱翠芳要付给 齐选宾十六万的房租 其他的一些违约金 以及律师费等等费用 面对这样的判决 齐选宾露出了胜利的笑容 他的笑容深深刺痛了朱翠芳 他被这嘲笑击垮 让他几乎就要晕过去了 之后的一段时间 朱翠芳都沉浸在痛苦里 无法自拔 之前 他还想在上海市区买房 想着把自己户口迁入上海 可这一切 现在都成了一场空 而且 现在街坊邻居们都对他平头论足 让他抬不起头来 他的工作也因此丢了 这让他没办法 接受这个事实 几度想要自杀 但是都没有成功 他想起自己的过往 那样艰难的岁月 自己都熬过来了 这点挫折 又怎么能把他打败 既然自己命不该绝 那么就要做出反击 他把自己关了起来 仔细覆盘着 这过去十五年的点点滴滴 突然灵光一闪 还真让他记起来了 在2016年的时候 朱翠芳曾经去找齐选宾收租 当时齐选宾让他签个字 当时朱翠芳已经转身准备离开了 但是齐选宾却叫住了他 对他说 你经常不在家 万一有个急事 我该怎么找到你 要不你给我留个电话 好让我有事的时候 还能联系你 朱翠芳当时急着要走 也对齐选宾没有防备 于是他就拿了笔 在一张练习本的纸上 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齐选宾看着他写完 又说 要不你把名字也写上吧 我年纪大了 容易忘记这是谁的号码 朱翠芳觉得在里 于是他又非常爽快地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想到这里 朱翠芳觉得那张纸 肯定有问题 并且他认为 就是这次 才让这个骗子有了可乘之机 朱翠芳为此坚定地再次上诉了 可是 虽然他的朋友和律师 一次又一次地帮助他 但是口说无凭 他的上诉始终没有办法 证明他的清白 难道 这个案件真的天衣无缝道 找不到破绽了吗 并不是 在人民法院的一位检察官 再次审理案件的时候 却发现了破绽 这位检察官说 齐选斌带过来的两名证人 说的证词太过缜密了 就好像是提前排练过一样熟练 这很不正常 于是 他就把这个案件移交给了公安局调查 终于 在民警们的严格审问下 两名证人说出了实情 原来 他们确实是帮齐选斌做了伪证 他们将事实如数告知 借条是伪造的 为的就是让朱翠芳名誉受损 做伪证 是因为齐选斌说过事后会给他们好处 他们说自己是被利益蒙蔽了双眼 所以希望能够从轻发落 有了这两人的证词 事实真相水落石出 2022年的9月 这个案件由人民法院再次审理 齐选斌将面临着三到十年的有期徒刑 面对这个结果 朱翠芳忍不住掉眼泪 自己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让坏人被绳之以法 光明总会战胜黑暗 他经历了这么多 杀不死的会让他更强大 祝愿未来他能万事顺遂吧